歡迎大家來參加第30次 其實是第31次的GNB Hacker松 那 這次是佛系黑客松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梗嗎 就這個梗 我們上一次在那個基礎松 呼活節基礎松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來參加 回去就花了這個 沒有人選口沒有人測試 不能自然會去做 這其實有點像 GNB的一個 某種概念 我們現在這一次的活動 剛剛在新手教學都已經講了 如果你需要職訊的話 X.GNB的TW 右邊有一個本級共筆 可以連上 這個名字好像又有點長 大概有12個字緣 所以我把它變短一點 X.CO GNB 30 10個字緣長 應該不會忘記 大家把它記住 其實你如果需要以後的 或是以前的連結 就是以字類推 我都已經把它預先建好了 所以不會被人家搶走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已經分析在這個 剛剛的那個連結裡面的 提案登記表 那如果你現在還想要提案 看看還有沒有空位 其實傳統來講 大家就是 沒空位的就是 結果就時間又爆 不過基本上 我們還是會跟他講 所以如果你有很棒的提案 還是不要另於提出 那在這個地方 有一點要特別去注意的 就是說它通常會專案有真人的地方 如果你自己的專長 是符合某種類型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你要做什麼專案 可以先看一下那邊 有沒有適合你去參加的坑 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個 跳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去 另外一點就是說 在左邊這邊 它有那個專案授權 這每個專案都應該要填 你的專案的授權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邊 希望大家都是開放原始碼 那你怎麼開放 這樣人家才會知道 要怎麼樣跟你一起合作 而不是說他幫你做了之後 你就拿去賣 或是怎麼樣 這個要講清楚 會比較好 那今天的活動 大概就是 現在應該要開始提案簡報 我們在提案簡報完之後 這個提案簡報大概每個人參與之後 接下來會接著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也希望大家這樣簡短 每個人講三個關鍵字就好 大家一開始 一線一起講 大家好 然後呢 就講關鍵字就好 接下來就開來開幹 那下午會有 短講的時間 如果還有名額 大家是可以自由報名的 大概在五點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一天的成果發表 所以如果你早上有提案 或是你中間自己忽然想做什麼事情 那下午有成果出來的話 這邊歡迎你再去把它填上去 你說你要體驗 你要做一個成果報告 你就可以看一下 成果報告的結果怎麼樣 這是每個人五分鐘 那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台下等一下會有人計時 那個板子大概長這樣 時間到就給你舉牌 舉牌就請你下來 不要再拖時間了 OK 那這一次是佛系黑客送馬 所以我們其實要談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像剛剛那些坑 大家來提案之後 提完案之後 大家就鳥獸散去吃炸雞什麼的 那假設你今天想參加某個坑 那那個坑主 你又不知道他在哪裡怎麼辦呢 沒關係我們這邊有這個 這個叫做光學式的坑主辨識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那麼多佛 我們要怎麼知道哪一個佛是坑主呢 原來這個坑主就是旁邊那一個 這個東西效果的非常好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效果可能不太好 比方說這邊有五個那個 復仇者是那個光學的復仇者 那我們今天如果是 讓他們帶上坑主備方的時候呢 你其實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貼心的在剛剛那個提案表中 加入坑主聯絡方式 你可以去找 這邊都有帖 我要怎麼聯絡 你要去什麼地方找 一般來講 就是提供電子式的聯絡方式 因為現場沒有那種機器可以移按誰穿誰到的 所以有slack有email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OK 那不然就是還有那個 誒 沒有拿出來嗎 那個坑主專案的那個桌牌 可以寫上你的這個是什麼坑 然後坑主是誰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就是我們的那個無線手套 大家可以去看嗎 不要爆雷 然後還有下面有黃色背心的這個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幹嘛 找他就對了 那如果你新手還可以再領這個 挑戰任務的小紙條 我記得做完好像會有點小商品 這次有嗎好像沒有 OK 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試著去完成這個任務 那最後當然是這個 像我前面可以再試著 我們會有興趣 大家一起來 讓這個活動繼續推動的話 我們可以來做一點捐助這樣 OK 好再講一次 這個活動的網址 如果你真的記不住 十個byte 我已經這樣短 可能大概沒有辦法再短 我把它記住就對了 那我們接下來應該就是提案的時間 那提案的話我們就按照這個順序來做 那請大家就是坑主自己注意好不好 我們現在如果是A 比方說這個Mavis 開始提案了 那下一位 Gmedium News 這個專案的那個坑主 中華版來這邊待命好不好 那 提案時間 那我們先請這個第一個提案 在這邊 那下一個坑主 那個那個 發飄者 是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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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